各位同学大家好 现在要进行的是统计学系列课程 历届考题赏息 那么这个单元我们介绍小样本的假设检定 这个题目是淡江国贸的一个考题 那么题目的内容是说 假设超商去年的员工平均每周工作 平均说到了平均 这是过去的平均是39.5小时每周 那么劳工局派员抽检几位呢 五位同学看到了五位 你就知道这个一定是一个小样本的 发现每周平均工作几小时呢 41小时超过了 标准差5.4 在母体是常态的前提之下 要我们检定超商的员工平均 每周的工作时数是否改变 各位同学是否改变告诉我们什么 不论变多变少我们都叫做改变 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先设为它这个题目是双尾的检定 只要问我们改变 只要问我们改变那我们就直接就写双尾就对了 好现在先做这个题目之前 首先我们要先把虚无假设跟对立假设先列出来 这个题目是对于平均数的一个检定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要写 什么叫做改变呢 原来的话呢 就是定次成39.5 39.5我们就先设为mu 那么叫做改变的意思就是 不是39.5 那么这是我们的虚无假设以及对立假设 那么现在我们来想一想这是什么题目 这是母体式常态 可是的话呢 这个地方来说 我们调查出来的这个S 这个地方X bar是多少 40.1 S是几 5.4 如果说我们的N 是小样本 S要取代Sigma 我们就需要用T来去做一个修正 那么我们先画出了T分配的概图 T分配 它跟常态分配很像 只是它稍微低扁一点 那么我们看 这个mu是39.5 我们先不要管它 我们先看的是T值了 T值这边是中心是0 那么我们是双为检定 那么现在 它题目没有写清楚 我们就 我们要把T值先找出来 那么要找出标准的T值 只有去把这个表叫出来 来我们把表叫出来 0.025 是从这一找 请问自由度是多少 如果N是5的话呢 自由度要减1 所以自由度是4 我们从4这边找起 来找出它的交汇值是多少 2.776 那这边就是 2.776 这边是负的2.776 这是我们的标准值 就是这就是临界值 这边是拒绝欲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我们的实测的值是多少 T等于 X bar减掉mu 除以S除以根号N 那么本题 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X bar是多少呢 X bar我们算出来是40.1 mu我们先假设的是什么 39.5 这边S是多少 我们算出来的 这个题目告诉我们的是 5.4 N是几呢 N是5 所以根号N就是根号5 那么我们算一下 上面是几 上面是0.6 这个地方 来乘上一个根号5 底下是5.4 那么我们按一下计算机 计算机的按法就是 先写一个5 然后再按一下平方根 乘以0.6 除5.4 来等于多少 我们算一下 计算机按出来是 0.248 5好了 我们取了小数点下 第四位了 0.248 在哪个位置呢 0.248 很靠近中间这边 这都是在我们的什么范围内呢 在于接受欲的范围 所以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 这是 结论 不显著 结论不显著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无法拒绝H0 我们没有办法去拒绝H0 所以这个结论告诉我们说 我们目前所得到的这个资讯 不足以去反驳39.5 有所差距的这个结论